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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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说是括号 括起来 然后写上它的一个锁定的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 大家去注意 这个值和我们的列是 它们是1对1对应的 比如说我这是学号的话 我第一列的话 传着传的是谁啊 是不是学号啊 对吧 你不能说我这儿学号 你给我上来传个姓名啊 这注意它们两个是匹配的啊 你们对应的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 Insert 插入的一个语法啊 然后呢 咱 咱来去写一个啊 咱去写个例子啊 咱去用一下这个语法啊 语法啊 这个就不说了啊 咱你看看 你看 就是说在student属于库中的话 去插入一个新的学生的一个信息 对吧 然后的话 这个是100506 朱红涛拿着计算机器 对吧 咱来去插一下吧 行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波是不是要切库啊 对吧 use 对吧 use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student库 对吧 stodent 对吧 stodent 对吧 stodent 对吧 student啊 我这个库是大写的还是小写的啊 小写的 对吧 诶 我这怎么不让我执行呢 啊 可以了 执行走 是不是切过来了 对吧 切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说是往这个表 先 咱先来查一下吧 行吧 我们说是select啊 share 然后from我们的 是不是student的表啊 对吧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啊 走 我直接执行了啊 你看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说 是不是还是之前的一个原始的信息啊 对吧 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啊 我们去插入一条数据啊 我们说是 签到我们的语法 对吧 insert 然后 into 然后是不是写我们的表名啊 对吧 表名叫什么呀 是不是这个是 是不是student的表啊 对吧 我们的stodent啊 student的表 然后的话我们说按照第一种格式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要写上它对应的一个列名啊 对吧 表名的列名 我说第一列是谁啊 是我们的so 然后 斗号格开 是不是还有我们的sname 再斗号格开 是不是还有的sexy 斗号格开 还有一个我们说sh 是不是斗号格开 还有一个谁啊sdpt 斗号格开 这是我们说这个表中所定的列啊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form 然后我这少了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少了一个括号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不能说是form 我们说是谁啊 是我们的value了 对吧 v-a-l-u-e-l-u-e-s 对吧 v-u-s 我们说是不是括号在括前 是不是想对应的名字 对应的列值啊 对吧 我们说是 比如说我随便给它来一个吧 我们说是9512 然后给它一个111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但在这的话我们来看sno是什么类型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恰类型的 恰类型的话我们说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加上引号了 对吧 大家所以说在这的话需要一个细节去注意 就是说你如果我们说你对应的值是什么类型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你一定要去看清楚啊 对吧 如果是字符刀类型的话 我们说你要去加上一个引号啊 我们说字符类型 然后是不是逗号隔开啊 对吧 逗号隔开的话我们说sname 我们说是不是也给它一个我们所说是 对 引号是不是引起来 对吧 我们说是祝红涛啊 就这一把啊 就这个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逗号隔开 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性别 性别的话我们说是给它一个男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不是还有一个年龄啊 年龄的话我们说是不是不用给它 是不是直接写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18 18周的话我们说是不是还有一个细别啊 我们说是计算机系啊 计算机系的 这是我们所说是不是插入了一条数据啊 对吧 我们来看啊 执行一下走 诶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分析 没有语法错误吧 然后执行走 是不是你看告诉我们什么呀 是不是一行是有限 原来这的话是不是代表是不是插入成功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走 执行 呃在哪来着 是不是在这有没有啊 是不是有啊 是不是把这个人给插入进来了 对吧 我们来看啊 这说的话我们来看啊 这是第一种我们插插入的语句啊 我们来看第二种啊 看第二种的一个写法啊 我们说你看之前我们说在这个PT当中的话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语法结构 你看在这的话 我们说中框是不是可选可写的啊 对吧 你看这说的话我再来去插入一个 我们说是insert 对吧 insert 我们的into 然后是不是写我们的表明啊 对吧 stilton的表明 后边的话我们说不写列了 对吧 不写列的话我们来看啊 我直接写上一个Values对吧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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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小一点行不行啊 可以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逗号隔开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数学系 行啊 数学系啊 数学系啊 数学系 好 应该是不是一行收影响了 对吧 一行收影响 行我先我先换一个鼠标啊 我这个鼠标是稍微有点问题的啊 然后的话你看是不是一行收影响了 对吧 收影响之后的话 哎这鼠标还走不了了呢 哈哈哈 行啊一行收影响之后的话我们来执行一下啊 然后走 呃这个话重复的 我刚才是执行了吗 是不是执行过了 对吧 执行过我们先来那咱来查询一下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啊 我我刚才一换鼠标我忘了刚才做什么事了 对吧 我们来看啊 这样说的话 哎呦我这鼠标还走不了了 对吧执行走 有没有张三这个人啊 有是不是刚才已经添加进来了 对吧 怪不到他不让我添加呢啊 然后的话啊 这是这是我们所说是不是第二种啊 对吧 我还是把我的先插上吗啊 这实在走不了了啊 希望他能让我勉强走着啊 这是不是第二种写法对吧 你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看啊 也就说啊 假如有同学有这样的疑问啊 你比如说我把这句话先给复制过来 对吧 Ctrl C对吧 然后的话你看Ctrl V Ctrl V之后的话啊 我比如说我这说的话啊 我不我去插数据的时候 你看我本身这个表中是几列的 是不是五列数据对吧 我是不是就写了四列 你说我写了四列能不能插入成功吗啊 这说的话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啊 就啊这个给他一个333 对吧 然后这给他一个离四啊 给他一个离四 然后的话啊 我其他是不是不改啊 对吧 不然之后的话我们来看啊 这说的话来看 分析是不是命令成功了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执行走 你看干什么呀 他是不是一个 哎 这怎么又错下来 你看他提设什么呀 是不是列名或所提供的值数目是什么呀 是不是表定义了什么干什么呀 是不是不匹配啊 对吧 原来之一的话 我是不是即使我不指定列的话 我再去写表的写值的时候 表和列名或者表和我们的列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不是一对应啊 对吧 也就是说是不是缺一啊 不可啊 对吧 然后逗号隔开 然后的话我们说再给他补偿一个 我们说信息系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对吧 我们所说的啊 信息 然后信息系啊 这个细节一定要去注意啊 一定要记清楚 我们说值和我们的列名一定是 一定的关系 对吧 一定的关系啊 你看这个时候的话啊 你说的话 我能不能一次插入两条数据 或者多条数据呢啊 这时候的话我们来看啊 我还是我们的是不是insert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into 然后这个说的话 我们说是还拿student的表来说吧 行吗 student的表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我不写列名了 我们说是 Values 对吧 VLUES Values 这个说的话我们来看啊 我插入这个是第三条数据了 对吧 我们说是9512 然后是444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 我说这个是该谁了 是不是王五了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我在 我在想着下一个数据该插谁了 对吧 然后王的话我们说是这个是我们的 男 然后的话给他一个20 行 给他一个20 然后的话给他一个 呃 叫什么来着 数学 数学系吧啊 数学系 然后的话你看这说的话我们看啊 我后面加一个 逗号啊 加上一个逗号 然后的话我们说这个说的话 我再去写上一串值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这个是啊 这个是多少来着 9512 比如说是55 对吧 然后逗号隔开 再去想谁啊 是不是再是想 赵六 赵啊 赵六啊 然后赵 然后一个啊 六啊 赵六 然后我们说是逗号隔开 对吧 到隔开之后的话我们说是一个女孩啊 给他一个女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逗号隔开给他一个18啊 然后的话再给他一个信息系啊 信息系啊 这时候大家来看啊 我先去分析一下啊 分析 你应该是命令完成了啊 对吧 来看执行走 你应该干什么啊 是不是两行受一下 IG的话我一次插入了几行数据啊 是不是两行数据啊 对吧 所以在这的话我们说插入两行数据的话 大家一定要去注意 我们说数据和数据之间用什么隔开就行了 是不是逗号隔开就可以了啊 你可不能多写几个Values啊 我们说是不是一个Values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对吧啊 一个Values 然后的话我们说多条数据的话啊 用我们的逗号啊 来进行隔开啊 用逗号来进行隔开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来查询一下这个表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我们说是select的 然后sing 然后from我们的什么啊 是不是student的表啊 对吧 这时候来看啊 走 分析 然后执行 你看咱插入的这条数据什么 张三 王五 赵六啊 还有没有啊 是不是还有一个朱鸿涛啊 对吧 像这些是不是全部给插进来了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插入的啊 插入的一个写法啊 也就是说啊 你看我们说归纳一下 是不是总共几种啊 是不是三种对吧 严格来说 是不是也可以说成四种啊 你比如说这个说的话 大家来看啊 你看这是不是我们的第一种插入的语法 对吧 你看这个 这两个是不是可以归纳为一类 是不是属于第二种啊 对吧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什么呀 是不是第三种啊 对吧 你说我能不能在这的话 我把他的列名给全部写出来 然后我再给他添加列 是不是也是啊 可以的啊 对吧 我们所说的啊 这是我们所说插入的啊 插入的就这四种格式啊 四种格式大家用哪一种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所说用语句啊 语句来插入 你说我能不能在我的原表上直接是不是插入啊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吧 也就是说啊 你看在这的话 你看是不是选 哎哎哎这这 你看选中你的表啊 哎我这选中你的表 然后右键 你看这是不是有个什么呀 是不是编辑前200行啊 对吧 然后点击走 点上之后的话 大家来看啊 有点卡啊 你看这时候这个表的内容信息 是不是全部给干什么啊 是不是显示出来了 现在出来之后的话 你说我能不能在这去写啊 是不是可以 我们说再来一个吧 行吗 95 三一对吧 三样的话咱来一个111可以吧 111 然后的话咱来一个谁啊 王东啊 行咱来个 行咱来一个王东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女孩 女孩 男啊 咱给他一个小鲜肉 对吧 20岁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软件测试 行吧 软件测试的啊 软件测试的啊 这是不是写完了 对吧 小人的话有时候你会发现啊 就你看这是不是出现感叹号 对吧 有有有些情况下 你不点这个感叹号 你直接点击关闭 他默认情况下 是不是就是 他有数是可以保存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是不是他是不是 对 真不了 就是说你在这的话 你其实把这些感叹号 你去给他点点 其实就可以了 点点就可以了啊 要点完之后的话 你看这时候的话 你再去点击保存啊 点击关闭啊 点击关闭 或者你鼠标放在这的话啊 你对 放在下一行啊 放在下一行之后的话 你再去干什么啊 是不是点击啊 关闭啊 再点关闭 或者你这关闭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啊 走关闭 关完之后的话 咱再来去查询一下这个表啊 然后走直行 咱来找一下看 有没有王东这个人啊 有没有啊 是不是有了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用这种方式啊 借助咱工具来插数据啊 这个作为了解一下就可以 大家一会去写一个人名 尝试一下啊 最主要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这几个语句 insert语句啊 咱们打赏 我来自拍拖 而是不仅训息 在这儿 我来自拍拖 感谢观看